施工人員加快腳步 墓中建築也全都趕工中 因為週五已度假 觀光聖地著名的長灘島 終於要重新開放 經過半年的淨灘整治 長灘島將擺脫曾被菲律賓總統 獨特地形容為化糞池的形象 恢復乾淨的細柔白沙海灘 但當地居民還是憂心 大批觀光客湧入 可能造成的環境傷害 為了讓島上保持乾淨 長灘島重新開放後 將會設有19,200人的旅客上線 也限制往來航班和船隻數量 菲律賓政府跟下令禁煙 禁酒 而且游泳以外的水上活動 全都不能出現 島上度假村 餐廳等 都不能再使用一次性的塑膠產品 也增加不能亂丟垃圾的規定 希望減少環境污染 長灘島重啟後 要如何再次吸引觀光客 並且與環境永續取得平衡 是未來當地居民 還有到訪旅客必須一起努力的目標 帶來新聞養情編譯